主料,滴粉一百七十克,可可粉四大勺,黄油一百克,鸡蛋两个,辅量,糖粉一百克,盐四分之一小勺,水一百六十克,泡打粉一小勺,小苏达二分之一小勺,准备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滴粉一百七十克,水一百六十克,鸡蛋两个,黄油一百克, 可可粉四大勺,糖粉一百克,年四分之一,泡打粉一小勺,小苏达二分之一小勺,滴粉,可可粉,泡打粉,小苏达混合过筛的用,黄油室温软化,用打蛋器稍微打发,加入糖粉搅拌均匀,搅拌好的样子,黄油体积膨大了很多,分三次加入打散的鸡蛋液,并搅拌均匀,每一次都要使鸡蛋和黄油, 完全融合后再加入下一次,搅拌均匀的样子,应该细腻光滑,不会出现蛋和油分离,加入顺此时不要搅拌,加入过筛后的粉类,用橡皮刮刀,轻轻翻拌至光滑无颗粒,大好的面糊倒入模具,硅胶子不用刷油,屡质的要提前刷一层黄油或植物油,表面挤上油酥, 做面包剩下的油酥,不用可惜油酥的做法,黄油是温软化,加入糖粉用橡皮刮刀拌和均匀,加入底粉拌成面糊状即可黄油40克,糖粉25克,底粉15克,烤箱中层,上下火185度30分钟左右,脑袋上顶个圈,像不像小天使,烹饪技巧, 这款巧克力蛋糕,真的很软很好吃,加入鸡蛋,也的时候,一定要分至少三次,否则很容易出现蛋油分离,如果你做的时候真的出现了蛋油分离也不要紧张,因为里面有泡打粉,所以照样可以成功,如果想效果更好一些,就少少加点泡打粉的用量,小苏打出了可以中和可可粉的碱性,也可以让巧克力 蛋糕的颜色更加漂亮,因此一定不能胜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